好 在用Java的时候 如果你要用命令列编译像这样 像这样编译的话呢 请注意 你开了命令列之后 先打JavaC看看 如果它有出这样的画面 那代表说你的Java编译器有冠号 而且路径有设好 那如果你打JavaC之后 它说命令找不到 那就代表你的JavaC没冠 或者是路径没设好 这时候怎么办呢 请你到控制台去 到控制台去呢 在系统的这个进阶的地方 选环境变数 环境变数选了之后呢 你选这个PASS 按编辑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最后有没有设Java的JDK的路径 那如果没有的话 请你把它加上去 那在我这台电脑的JavaJDK路径 是Program File Java JDK 1.7.0 BIN 那我给各位看这是哪里 C槽的Program File Program Program再来 这里 的Java 的JDK 1.7.0 BIN 当然你版本不一样 可能会是1.6 那在这里BIN有了之后 你把这个复制下来 然后呢 对 把它射到这里面 把它贴到这里面来 贴好之后按确定 按确定 因为我已经用过了 所以我按取消 然后再按确定 那这边也是确定 确定完之后呢 你重新开这一个命令列 你打JavaC应该要有 这一个画面 那如果有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用命令列的方式编译 如果没有的话 你是不能用命令列的方式编译 好 这样清楚吗